主料,韭菜500克,鸡蛋6个,面粉250克,补量,盐,1,把韭菜洗好量一下,切碎,2,面粉中加入两个鸡蛋,适量的水,搅拌成糊状,不要太细,用筷子可以调起就行,3,热锅中放少许油,转一下锅,使锅底均匀地沾上油,要一勺面糊倒在锅的中间,转动锅,让面糊均匀地弹在锅里, 4,面糊成形时,迅速在一半处撒上切好的韭菜,撒适量的盐,倒入搭好的鸡蛋线 5,将另一半煎过来盖在韭菜线上,将边盐安紧,以免漏馅,烹饪技巧 1,面糊里一定要放鸡蛋,有一次我就做成面糊炒韭菜了,鸡蛋太少了面糊就不能很好的成形,成形了也容易烂开 3,2,一定要用小火煎,要不然就会手忙搅乱的,最后太艰糊了,用电饼撑做,更加方便 3,韭菜线,可根据个人口味放适量的调料 不要放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